另外带您看到花莲中南区饲养水牛产业发达 那么由于多彩市放牧居多 而发生水牛误床铁轨事件也实有所闻 因此部分的四组就在河床高摊地圈地放牧 而对此第九河川局则是依照水利法 河川行水区是禁止圈地放牧的行为 除了将会拆除设施也将开罚 那么也请四组要务必遵守规定 花莲中南区饲养水牛产业发达 尤其近几年规模也有成长的趋势 由于多数市主都采放牧居多 造成了交通公安意外事件事实有所闻 为了方便照料与管理 少数市主在河川高摊地放牧之外还劝地放养 第九河川局表示这样的行为已经违反规定 这河川管理办法我们在河川区域是不能够圈养 对于像这种牛肢啊这些是不能圈养 那如果是自由行动的这种 基本上是我们会是不会去管制 那如果我们助威警会平常会去做一些寻访的动作 有发现这种圈养的行为 我们就会去劝告制止 如果还是不听 我们就会依照河川管理办法来来做取缔 河川流域或高摊地上从事任何放牧 种植生产或原住民传统文化惯系等等 依河川法规定必须申请 但若是缺递或设置围栏等等的设施 则全面禁止 经河川警察查获除了拆除 也将予以开罚 因为如果有发现有这样的行为 我们会去公告 那公告如果有行为人 我们会告诉他这是不允许的 他必须要自己把它拆除 那如果他如果没有行为人 或者是行为人没有出面 那我们作为警会就会 就是主动自动把它做拆除的动作 第九河川局河川警察 也将不定时巡逻各个河川流域 若查获违法一律拆除开罚 也请四组务必专守规定 记者是玉兰副理採访报道